好厉害但您看到的是周四的晚间 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在纽约的文华东方酒店 举办了庆祝中华民国113年国庆酒会 部分党派的议员认为 美国国会挺台湾的力道相当强大 台美关系将持续的坚实稳固 鼓声响起 两只武士背上分别是中华民国与美国国旗热闹开场 宾客纷纷拿起手机记录着珍贵的时刻 我们正在纽约曼哈顿的文华东方酒店 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今晚举办了中华民国113年国庆酒会 许多政要 桥建领袖还有友邦代表都一同出席了 这场深贵 驻纽约大使李志强致辞 今年适逢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 感谢美国两党对台湾的支持 以及台美贸易合作的进展 最近我觉得进展很多 尤其是国会参议院两边都支持台湾 美国也卖了很多军售给我们 然后在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交流 现在都越来越紧密 非常开心能看到大家 就是政要啊 台湾的桥包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天 大家都来祝福 贝里斯驻联合国常态富乐 在致辞中高度肯定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角色 认为台湾应被纳入联合国体系 并州众议会连续两年通过决议 将10月10日定为中华民国国庆日 以表达祝贺 包括纽约中华公所 台湾会管等侨团的领袖侨胞到场 表达侨界将会做台湾最坚强的后盾 共同守护台湾的自由民主价值 并祝贺中华民国国运昌隆 我非常高兴他们都来一次庆祝我们中华民国113周年 Thank you for the support 庆祝中华民国台湾的生日 看到台湾将来的发展 我们很有信心 也非常的开心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下晚月 唐城纽约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